靖廟寺是廉仓其中一間相對休靜的寺廟 雖然名氣不大,但已經有超過800年的歷史 本堂同緝的大屋頂依然散發著過去莊嚴威武的氣息 寺院中種植了很多植物 在本堂左德的喜傳暗就是可以供大家一邊欣賞枯山水的庭園,一邊品茶的地方 不過,這裡並不是我們的目的地 而是距離致遠不到三分鐘路程隱藏在山坡上的一間西餐廳 一上來就見到一棟充滿英式風味的陽房 裡面的環境寬敞而明亮,感覺還好溫暖 而餐廳外面有大露台,是一個英式的庭園 是店主邀請蘇格蘭的圓林設計師設計的 還面對著遠處的山坡,和餐廳的環境非常相襯 這裡的第二個賣點就是這裡的手工麵包 用來烘焙麵包的食堯,是採用富士山的熔岩而建的 麵包全手工製作,裡面的蜂窩結構細小而均勻 咬下去的口感也非常細膩,外脆內軟還充滿麵包香 其他菜式就是採用廉瘡本地新枝食材製作 搭配的蔬菜很有特色,無論賣相和味道都相當有水準 看著眼前英式的庭園和遠處的山景 深秋的這個時候,我想紅葉一定已經漫山遍野 美景更在眼前,而這裡應該可以作為你另類的賞紅地點